话说我这辈子在职场上,被狼性文化推约过无数次,金融企业和工程企业都特别喜欢狼性这一套,我的职业还刚好是这两种的复合态,所以讲狼性讲到了极致,每周排名倒数三名公开检讨,阅读排名后20%不发奖金,季度排名末位淘汰,严酷的考勤,每月迟到三次者自退,工作流转到自己手上, 必须在四个小时内完成工作并流转到下一集,即使半夜也是如此,我的玩法是,你公司要狼性,就狼性我一个人就够了,我参与排名参与考勤,跟你一起郎到底,要弄你就弄死我一个,至于我管理的团队,该怎么轻松愉快就怎么轻松愉快,我把他们保护得好好的,不排名不加班,迟到了就找我签一个出去办事的证明,反正都在工作日, 部门业务费用我一毛钱都不花,全拿给部下工费出去旅游吃大餐,总之就是把整个团队伺候的兵质如归,最后的结果也还不错,我收获了团队的尊敬,也收获了还算过得去的业绩,甚至还经常因为创造性的突出业绩受到公开嘉奖,这是我个人的管理风格,并不足以向大众推广,各位随便看看,乐呵乐呵就行, 不需要再有任何疑问,我从年初就开始说,今年财政收入大幅下跌,必然意味着此前由财政补贴的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价格的大幅上升,广州还算公开了,没有直接掉水表转速,还有个听证会的过程,广州之后,这件事就必然推行到全国了,没有任何城市逃得过去,享受这一切吧, 中国人,这是各位应得的,现在我在说必须尊重制造业的话,已经不会有沙雕跳出来质疑了,这么多年过去了,每个人都明白了,即使是最基础的三来一步,也是需要尊重与呵护的重要产业,万万不能驱赶,想想2013年,全国范围热火朝天的腾龙换鸟,疯狂的关停工厂,拆出空地来搞房地产,全民炒房的时候,我连续痛斥各地方政府, 然后连续闸号,连续喝茶,上海政府还一边报我的身份,一边发动了十几家媒体,包括光明,澎湃和检查日报来跟我辩论,生死历劫的哭嚎房地产比制造业强的歪理,在当时支持这种歪理的,比支持制造业的人,多出了一千倍还不止,沙雕们重口一致,支持制造业,你特忙还活在清朝是吧,你个老古董, 于是,中国人就迎来了地产泡沫破灭债务风暴席卷全国的今天,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应得的,没有一丁点的冤枉,今时今日,还有离岸的沙雕瞎扯必须给出对策之类的极品蠢话,我都是一律拉黑,首先,尊重大国命运,放下助人情节,已经是全民共识,没有这种共识的,只不过是猪狗而已, 这些猪狗完全没必要留在我这里,然后,这么多年以来,从重视制造业,到全方位减税,再到有限政改,我提过无数的建议,得到的就是无数次的喝茶与封号,幸亏我个人的职业介于土木与金融之间,从不靠写报告挣钱,集团总部对于时不时就有一堆警察上门把我带去喝茶一直都不介意,后来混到分公司总之后, 因为痛斥新冠封控措施而被逮捕过一次,集团也不在意,事实上,这一连串的警方公然到我公司待人的事件,人家就是奔着要毁掉我的职业生涯去的,只是没得逞罢了,就这样,我还继续给这个国家提建议,受迫害上瘾了吗?这么说吧,我是真的相信,中国接下来无论遭遇多惨烈的灾难,都是这个国家应得的,没有任何冤枉。